我手上这一支安耐美Platy Gemini 1200W电源 不光是一款支持最新的ATX3.1和PCIe 5.1规范的高端电源 而且它同时支持传统ATX多路主板 和传说中指纹其身不见其人的ATX12VO主板 应该是市面上第一款能在正规渠道买到的ATX12VO电源 所以这次视频不光是要对这款电源进行评测 还真的搞来了ATX12VO主板 来测一测这个大家都还没有用上 就已经更新到了2.0版本的ATX12VO标准 实际用起来是怎么样的 这次评测的主角安耐美Platy Gemini 1200W电源 它是1200W额定功率 ADPLUS白金牌认证 全模组设计全日系电容10年保修 电源本体的外观设计比较常规 没有加入什么前卫的想法 目前是只有黑色版本可选 强度为15公分 比标准只多了一点 和一般的机箱介绍性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款电源带有风扇自动启停模式 但是屁股这里没有设置这个功能的开关 反倒是放了一个一键弹成倾键按钮 Platy Gemini电源在刚开机时会自动反转20秒出程 运行中也可以手动按一下这个按钮来触发逆转 这个属于是安耐美电源的特色设计了 在电源的名牌上能够看到ATPLUS白金认证的标志 然后输入支持100-240V全幅输入 同时输出这一块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 分了ATX3.1和ATX12有两个大框 这款电源的名字Platy Gemini 前面的Platy明显是指的白金Platina 后面的Gemini是双子座的意思 代表着这款电源像开头说的那样 同时支持ATX多路标准和ATX12VO标准 ATX多路标准大家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了 毕竟之前大家一直在用的 PC电源就只有这个标准 而ATX12VO是Intel于2022年新推出的 基本上就没有几个人用上了 这里花一点时间简单介绍一下 12VO是12V ONLY的缩写 传统的ATX电源除了现在主要的12V供电线路之外 还有3.3V和5V等的电压的输出线路 所以较ATX多路标准 而12V ONLY顾名思义就是电源除开一些必要的信号线 只负责输出12V电压 连待机线路的电压也从5V升高到了12V 主板的供电接口从24PIN减成了10PIN 电源减掉了其他电压的转换电路之后 低负载时的损耗可以减少 转换率有所提升 同时设计和生产的难度也降低了 而且因为电源和主板中间传输能量的部分线路使用的电压上升了 所以损耗也会下降 是的 节能就是12VU标准推出的主要目的 特别是现在要应对越来越追求环保的部分欧美法规 不过电脑的很多零件还是需要使用3.3V和5V供电的 那怎么办呢 相关的DC-DC降压模块就转移到主板上了 电源输出12V给主板 由主板转换出前面两种电压 就连SATA硬盘的供电线现在也是从主板上出来的 所以主板这边的故障率有可能会提高 这样的设计其实在服务器和很多品牌机上面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了 是从2011年之后 英特尔才订了一个统一的标准给PC使用 新的ATX 12VU标准和传统的ATX多路标准是并行存在的 12VU标准不光没有要替代后者的意思 现在甚至连推广起来都比较困难 它不像ATX 3.X电源那样 用户被新的显卡逼着升级 安耐美做出这样一个能够支持12VU的电源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安耐美PLATI Gemini的主板供电线 是传统的24PIN和新的10PIN两种都配备了 线材是使用了最近特别流行的压纹线 比较柔软方便装机 线材长度和接口数量可以参考一下表格 12加4PIN显卡供电接口也是换成了新的H++12V2×6版本 安全性会更高 那么先来测一下电源本体的性能 我们使用的测试平台配置可以参考一下表格 性能层级仅代表我们手上这个样品 在我们环境下的测试结果 请供参考 对于电源性能指标不熟悉的同学 可以看看我们之前做过的 性能指标科普视频 可以方便理解接下来的测试成绩报告 看完顺便点一个赞就更好了 首先是电压稳定性 主要线路算上交叉负债和超债的最大便宜 全部都只有1%点几 表现优秀 转换率符合ATPLUS白金牌的要求 在低负债下甚至摸到了太金线 2%负债转换率也是满足了推荐档的要求 文波表现相当牛逼 5V和12V线路的最大文波 居然是只有10毫浮左右 要知道这是算上交叉负债的层级 超债之后各线路文波也只是高了一点点 保持时间相当的长 3.3V和5V在满载下居然有45毫秒左右 虽然是3.1的电源 但是这种高端的还是不会去做参数的 开机时序完全符合ATR3.X推荐档的要求 可以支持ARPN模式 动态响应测试也是全部达标 不管是3.X的超债测试 还是2.X额定功率类的动态测试 看起来都挺轻松的 风扇基本上从60%才开始启动 和官方宣传的能对得上 满在40分费左右 放机箱里面也能听到一点 但毕竟是大功率电源可以理解 OCP保护功能除了-12V这个Option线路 惯例的比较宽松之外 其他线路的触发比例设置都比较合适 总的来说就算不看12V这个额外的功能 安耐美PLATI Gemini 1200W本身 也是一个性能十分顶尖的高端电源 接下来就是传说中的ATX12VO的测试了 要测这个 首先我们就需要有一块使用12VO供电的主板 这个其实还挺难找的 之前一直很感兴趣 但是全世界都买不到 这一次我就突然想起来去嫌疑搜了一下 然后还就真的找到了一块 价格只要100多 卖家说不包好坏 因为它也没有12VO的电源做测试 这块主板的型号是华硕的Prime Z490s 连华硕的官网都找不到这个型号 PCB的布局和零件设置跟Z490P基本一致 供电的散热片看来是随便搞了两块装上去 而且板子上面还有手写的标注 装上CPU之后直接就点亮了 没有想到有一天 咸鱼不包好坏的东西 买得到手居然能是好的 开机之后能看到 使用的BIOS还是测试版的 而且还是实验室里面的东西 不知道是怎么样流落到咸鱼上的 随后我也买了一块Z490P做的对比 但很可惜的是 Z490s这一块12VO主板 可能是因为测试版BIOS的原因 CPU的功率是跑不满的 不但借回来的10700K考FPU时 功耗只能上到80W左右 我手上的一支ES版的i5考骑功率 也比在Z490P这种常规主板上面低级瓦 这样就没办法很好地做一个对比了 而且内存也不是跑得很稳 不加风扇的话 主板上面新增的DCDC发热 还会影响到内存 会导致烤机蓝屏 这是真正的工程样品品质 正好我们看到微星的Pro H610 M12VO 已经是正式上市了 虽然没有在大陆地区销售 但我们还是想办法借到了一块回来 可以看到这块主板的供电 已经是使用了12VO的10PIN接口 比24PIN就要简洁多了 不过下方还是增加了一个6PIN的辅助供电 在前面的华硕的Z490S上面也是有的 在下方就是两个SATA供电接口 其他的部分就是一块 普通的H610M主板的样子 CPU也还是要独立供电的 同时支持的是DDR5内存 所以我们也找来了版型最相近 型号只少了一个12VO后缀 同样使用DDR5内存的Pro H610MG作为对比 平台的顺余配置可以参考一下表格 CPU这里准备了i3-12100和i5-14400 测试时我们再次使用了Cybernetics推出的Paranetics V2测量套件 去监控主板和显卡上各个接口的功耗 这个测量套件已经是自带了12VO主板接口 直接就能用 测量电源输入功率的功率计 这次也换成了从电源测试平台上面换下来的日志334 精度会比之前的高一点 这里我们测试了不同的应用场景 有烤机的,有玩游戏的 有看在线视频的,也有存待机啥也不干的 首先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场景中 12VO平台的纯主板功耗都会比常规主板略高一点点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现在3.3V和5V线路的直流降压模块都移到主板上了 这里面是有转换损耗的 然后因为CPU和显卡的功耗其实不是那么好控制 特别是两个主板的BIOS又有点差异 所以即使换了正式的主板 两个平台的整机功耗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到相同 于是就能看到12VO平台有时候插座功率反而更高一点 那是不是说明12VO并没有更省电呢 开头我也有这个疑问 后面突然想起来去计算了一下电源输入输出之间的转换效率 会发现12VO平台确实是更高一点 低功耗下会高出大概2%左右 烤机时的差距则非常小了 前面的华硕Z490平台对比也是类似的成绩 虽然没有英特尔官方表格里面的那么夸张 但确实也是更省电了 记得微星自己官方的测试差距也是几瓦的样子 2%说多不多说少也不算很少吧 毕竟ATPLUS金牌和白金的转换率差距也就2% 另外关机之后的待机线路功耗反倒是12VO平台的要高一点 估计这个12V电压进来之后还要转换一道才能给别的设备使用 比如ARGB灯光用的就是5V供电 另外我也很好奇主板上面的SATA供电接口的输出质量 这次的两块主板都没有自带那条SATA输出线 所以我找老朋友黑闪定做了两根 长度和常规电源上面的SATA线差不多 这个输出接口是没有3.3V的 现在的SATA盘也基本不用了 这里我们使用了一台双通道的负载仪去给这个接口带上负载 然后用试波器和万用表测量了它的输出质量 可以看到给这个端口带上50W负载的情况下 输出性能依然在英特尔要求的范围之内 但是纹波数值就远不如电源原生接口的成绩了 最后又来到喜闻乐剑的拆解时刻 来看看安奈美的这个Plati Gemini高端电源的内部做工用料怎么样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电源采用了主动式PFC加全桥LC加同步整流加DCDC的高端主流方案 即使在使用了很多树立的小板的情况下 内部依然塞得满满当当当的 背面PCB的焊接工艺十分净凉 也是没有任何贴片元件 元件都在正面 这种设计现在开始变得主流了 风扇再再再再出现了一个之前我没有听过的牌子 看下面标注是广东的公司 EMI那边也不用说了这种级别的电源该有的都给配齐了 然后比较新鲜的做法是 主动PFC的零件都焊接在了一个紫PCB上立了起来 之前好像没有见到过类似的设计 主电容来自日化,两颗560V法 合计容量超过1000亿非常够用 其他的电解电容来自红宝石和UNICON之美 固态电容蓝色的都是日化的 然后有10颗紫红色的没有打LOGO 这个样式的电容品牌就太多了 目前看着应该也是来自UNICON之美 UNICON这个牌子的电容也比较复杂 又品牌授权又带工啥的 但确实也能算到是日系 而且有10年卯修应该也不用太担心电容寿命的问题 NLC主控和PFC主控都来自德州仪器 这些控制部分都单独设计了紫PCB MOS管基本上来自英飞灵 整体看下来这个用料可以说是相当顶级了 那么来到总结时间了 即使不看它身上的创新设计 Anime Platy Gemini 1200W本体 也是一个做工用料和性能表现双顶级的电源 就好到几乎找不出什么毛病 没什么特别值得吐槽的地方 而关于12VU支持这一部分 它的省电作用确实是有的 但是对于高配电脑来说 省下来那2%的功耗好像又不算很多 特别是现在市面上很难买到12VU主板 更多是给到人一种占未来的感觉 如果以后12VU普及有一些好的主板是使用12VU供电的 那么你不用换电源也不用去搞什么转接头 更不用折腾5V待机供电 深压成12V待机供电 直接就能使用了 让这款电源的传家属性得到了加强 总之对于准备装高配置电脑的用户 这款电源绝对是相当值得考虑的 好那么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想的话记得给一个免费的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 新观众再顺便点一个关注订阅 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 我是翼王谢谢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